第八百五十六章 命运 这是怎么回事 怀尸看向铜鸡 幻觉 要说的话 不如说执念的存留吧 铜鸡怜悯地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悔恨的残存 就如同你手里那一把圣恨遗物一样 无能为力 又无可奈何 等到无可挽回的时候 只能突然懊悔 心怀着怨恨 无法解脱 却连应该恨谁都不知道 他说 实在可怜 蹦 怀尸手中的恨水鸣动 似是愤怒 蹦射出一缕电光 可在同级垂谋凝视之中 却无从造次 很快便消散了 只剩下无声的鸣动 仿佛悲凉的长叹 老者执念中对 吹敌人的怨念令怀尸的心中 蒙上了一层阴影 可更令他在意的 是他所透露出的讯息 大宗师加兰德 是赫里俄斯上出生的人 可根据怀尸的了解 他分明是传承了 赐福者盛名的纯血家族 赫尔曼家的成员才对 难道是赫尔曼家的炼金术师 在赫里俄斯上所生 姑且不论这样的可能性大不大 赫尔曼家会不会容许自己的血液 被赫里俄斯所束缚 如果是真的 那就更有问题了 每一个出生在赫里俄斯上的人 都受限于灵魂之中的律令 他又是怎么离开赫里俄斯的 如果怀尸记得没错 加兰德成为大宗师的时候 可是在陷阱 120年前 深藏不露 也没有藏成这样的 只是个疯子的异语 未必是真 童基说 况且 朴布刘斯都能从天文会的监牢中逃出 凭什么加兰德做不到呢 这就更奇怪了 当怀尸仔细思索 便察觉到了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朴布刘斯的死 是在他们离开月球之前确定的 而赫里俄斯所发生的事情 证明了那死讯 不过是朴布刘斯固步一阵 赫里俄斯回归陷阱 是70年一循环 也就是说 至少70年前开始 朴布刘斯就已经在太阳战车之上了 他有多少阴谋 多么剑步的光的目的 都有充足的时间 况且 他可是大宗师 他终于发现了滑点 怀尸忽然问 他想要动手的话 根本不用挑时间 干脆在赫里俄斯距离陷阱最远的时候 举行秘遗不就完事了 何必跑到木星轨道上面呢 当然是因为 这也是秘遗的需求之一啊 同机怪笑了起来 神明可是陷阱的产物和支柱 在距离陷阱太过遥远的地方 根本无法成立的 你知道那种跨国去生孩子的人吧 在缅国生下的孩子 可是没有东下户口的 何况 实际需求的条件 可比靠着生孩子拿国籍 要更复杂 他必须在陷阱 而且越近越好 否则神明诞生的条件无以成立 但他又不能太过于靠近 否则三大封锁 会将他瞬间抹杀 同时 他又必须接近地狱 否则缺乏神性升华必要的条件 但又不能进入地狱之中 否则就是给牧场主送外卖上门 各种权衡之下 筛除掉了无数选项之后 就只剩下了最后的选择 木星轨道 在陷阱所投影的太阳系之内 但又独立在外 像是踩在国境线上一样 哪怕是天文会最快的应变举措 到达这里 也至少需要15分钟的时间 但这依旧 无法排除意外啊 怀师说 赫利俄斯虽然报废 但系统依旧发出了邀约 加兰德也因此而登上了这里 同机无奈摇头 世上的事情 哪里有等到十成把握 再去做的余遇呢 有三成就足够搏一搏了 五成就能让人信心拉满 八成已经是天时地利人 和聚在的梦幻场面 况且 造神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一点风险都没有 同机难探弄 不论成功和失败 那都是他的天命 什么意思 这恐怕就是神明们最悲惨的地方了 怀师 他意味深长地说 凡人尚且能够反抗命运 但你听过彩电空调电冰箱对你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吗 一切皆已注定 一切都是命运的一环 对于神明们而言 一切皆是如此 早在这一份神性中 升华出的天命诞生之前 一切就在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越是靠近 越是深入 越是领悟其中的精髓 便越是能够感受到自身的无力 还有注定悲凉的结局 曾经陨落的众神也好 赫里俄斯也好 那位未诞之神也好 乃至普布留斯和加兰德也好 越是靠近奇迹 就越是容易被灾恶所吞噬 越是接近天命 就越是能够体会 其中的残酷和恐怖 普布留斯也无从阻挡 神明的存在过于庞大 仅仅是诞生 就会引发修正直和歪曲度的紊乱 就好像珠网上忽然出现的铁球一般 势必引起全境的混乱 大风起于清平之末 在南美洲的蝴蝶 还未曾煽动翅膀的时候 便已经有暴风的征兆浮现 此时此刻 在这冰冷的茫茫天空之中 被时代抛弃的遗物 被陷阱抛弃的战车 被地狱抛弃的怪物们 还有被历史所抛弃的神明 被支援所抛弃的探索者 在这封闭的熔炉之中 所有人都像是被投入府中的材料一般 都被自身的天命 使命 宿命所束缚 别无选择 只能向前 所有被吸引来的人都有缘由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或不可缺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秘义 锻造神明之火 永远都是命运 怀师终于恍悟 沉默许久之后 忍不住想要皱眉 恶然惊叹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锅 煮出来的东西能好吃吗 赫利俄斯一口 主料大宗师两个 炼金术师若干 洒入吹敌人的阴谋 小火慢顿 加入地狱沉淀 加入奇迹 加入灾厄 大火收支 再加入天文会金牌打手一头 乐园王子一只 怀海鹿小佩奇一条 灾厄月诗一颗 传奇调查员一评 单波之王一个 真不怕你们这锅太小装不下 宁哥这儿煮开水白菜呢 不嫌浪费吗 这是哪门子的乱顿 怀师根本想不明白 只能说 这就是大宗师了 那么 现在咱们干啥 在远方 惊天动地的轰鸣震荡里 怀师挠头 抬头望向空空荡荡的四周 你啥也不用干 童鸡说 坐着就好 那一瞬间 就在怀师的眼前 有瑰丽的光影浮现 璀璨的神之蝎中 映照出一个不存在于此的身影 庄严肃冷的姿态再次重现 照亮了怀师的眼瞳 许久不见 他环顾着四周 打亮 似笑非笑地瞥了一眼怀师身旁 于是 骷髅眼眶里的白鼠 哆嗦得更厉害了 可当他伸出手的时候 依旧不敢违抗他的意志 小心翼翼地跳到了他的手上 缩成了一团 然后 被他捏着尾巴转来转去 好像的弹力球一样 只能阴阴求饶 不敢反抗 最后 童鸡回过头来 再伸手 把银王给我 于是 怀师跨包里装死的别西补 也哆嗦了起来 怀师不宜有他 从马鞍包里抽出了别西补 甩手将手枪 重新变成钢铁之术的形态 递了过去 还需要什么吗 他问 童鸡一笑 歪头问 需要契约者的拥抱可以吗 怀师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可看着他不自觉 有些紧张起来的样子 童鸡的嘴角 便勾起了一个愉快的弧度 那么 你就站在此处 不要走动 我去给你偷个橘子种植基地回来 他抛弄了一下手中的银王 明媚地回眸一笑 飘忽的身影 骤然收缩 化为了一线不可见的流光 升上顶穷中的炉心中去了 只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画 要和心癌的朋友好好相处哦 放心 放心 怀师无所谓的挥手 道别 直到现在 骷髅才反应过来 目瞪口呆地指着 铜机消失的方向 妈 妈呀 那是鬼吗 你不也是鬼吗 怀师摇头 实在无力吐槽 他摇头 抬起脚 将旁边占地的尸体拨到了一边 放下了恨水之后 就地生了一堆火 找了个舒服一点的位置坐下来 尝出了一口气 沐浴着温暖的火光 终于 放松了下来 骷髅时不时仰头 看向头顶悬挂在顶穷的那半截如星 担心着自己的朋友 在那里过得好不好 在生疼的火光里 怀师打了个哈欠 感受到了一阵困倦 许久 光芒舞动着 照亮了他身后的影子 令那阴影不断地扭曲 摇曳 像是渐渐膨胀的什么鬼东西一样 迅速地 占据了整个墙壁 有什么庞然大物在迅速上浮 就像是沉寂许久之后 忽然扑出的鲨鱼那样 瞬间 破暗而出 隔绝了近在咫尺的恨水 猙獰的巨口 向着怀师合拢 那一瞬间 怀师 叹息 这么 沉不住气的吗 他抬起眼瞳 猎光蹦射 陡然间 有轰鸣从他搭在地面的指尖迸发 无需叙事 名为交响的吉异 在瞬间降临于此 不曾进攻 不曾防守 也没有逃离 只是 拨动了无形的弦 紧接着 一切便仿佛凝固在了原地 此时此刻 在吉异的扣机之下 怀师的力量 尽数轻于指尖 奏响了死寂之后的第一个音符 甚至比那巨响还要更快 再紧接着 这坠落的半截如星 便剧烈地震战了起来 钢铁鸣动 恰如琴身之上 共鸣的空腔 在极异的波动之下 迸发出十倍以上的回音 而恐怖的低沉阵战 却瞬间突破了卢心 向着四面八方喷波而出 扩散 所过之处 钢铁大地之上的微尘起舞 无数墓碑陡然一阵 迸发高亢的鸣叫 嗡嗡作响 如同死去的魂灵 纵声咆哮那样 响彻黑暗 此时此刻 就在这一片废弃的墓地之中 报废的半截如星 已经化作了怀尸的共鸣香 而数之不尽的墓碑 便像是怀尸最忠实的阴差 早在踏入这一片领域的瞬间 袭击者便已经走进了 整个赫里厄斯之中 最适合灾厄乐师的舞台之上 当一滴水落入海洋的瞬间 便掀起了冲向四面八方的涟漪 瞬息间 清净了怀尸权力的波动 就席卷覆盖了整个墓地 在无数阴差的共鸣和震动之下 再度收缩归来 于是 举世禁忌 再也无任何余音 而那放大了数百倍的震动 已然竞数重叠 施加在了废弃的庐星之中 化为了排山倒海的巨效 充斥了每一寸空间 每一寸空气 暴虐的回荡 狂暴地将一切纸张 涂鸦乃至破碎的 尸骸竞数化为了粉碎 在瞬间 扩散收缩的庞大力量 迸发了这大鹰牺牲的 红尾轰鸣 明明足以撕裂一切耳膜 可仍然却已经无从听闻 只有蠕动的阴影 在迅速地震荡着 被裹挟进着恐怖的轰鸣中 每一次震动的回荡 都堪比爆炸中心的恐怖冲击 从虚无的影致之中 接连不断地爆发 可不等于波平息 怀世面无表情地 再度按下了一指 于是 收缩的震动 在指尖的推动之下 再度向着四面八方迸射而出 裹挟着庐星 和无数墓碑的震荡 撕裂空气 掀起暴乱的飓风 席卷了整个墓地 恐怖的波兰彼此冲进 又重新收缩 将这暴虐的力量 尽数塞进了 扑出的阴影之中 引发第二轮的爆破 如心悲鸣 无数裂系浮现 可怀世的动作 没有丝毫的停顿 毫无慈悲 按下了最后一指 整个墓地都在这瞬间轰然一阵 钢铁大地之上遍布裂系 无匹的力量奔涌 自物质之中流淌 自瀑布化为万千之流 又再度自交响的协奏之下 汇聚成海洋 彻底将影中的凝固者吞没 破碎的阴影向着四方飞散 一个扭曲怪异的身影 却在交响的蹂躏之下 喷出了恶臭的血污 硬生生地被挤入了 如心的铁壁中 撞破了钢铁 向后倒飞而出 自意识地恍惚和眩晕中 难以置信 那是 什么 当然是命运啊 朋友 在他耳边 传来怀世的低语 那一张嘲弄的面孔 已经近在咫尺 紧接着 舞动的血色化为红流 蹦射电光 照亮了他的眼瞳 他看到了怀世的微笑 如此猙獰 命运 在敲门 第857章 吞噬者 第五交响曲的序幕揭开 开场时 命运的鸣奏 却没有第四下 每一次叠加时 迸发的力量 都是指数级的增长 以怀世的共鸣造诣 还无法掌握第四个 音符奏响时的反阵 可三重的命运扣门 就足以令阴影中 潜藏的袭击者 身受重创 以己身作为支点 向四周共鸣 所翘起的力量 已经超出怀世掌控的极限 简直就好像 整个目的都变成巨人 忽然跳起来 按住他就是两拳 然后腾空跳起来 重力践踏 倘若是血肉之躯的话 恐怕在瞬间就被打爆了 现在 溃散的阴影之中 一个浑身破裂 鲜血淋漓的狼狈身影跌落 不等他落地 恨水便奏响轰鸣 怀世的血 汇聚在恨水之上 化为重叠的漩涡 彼此摩擦时 就迸发出高抗刺耳的声音 形成车轮一般的电锯 瞬间 离下 袭击者来不及惨叫 已经拦腰而断 可落地之后 碎裂的尸身却不曾翻滚 反而像是水泡一般破碎 溃散为散意的阴影 消散无踪 死了 不对 是诱饵 而黑暗中 一道暗淡的阴影 已经化为洪流 无声而至 吞没了怀尸的影子 有一个诡异的身影 从其中凭空升起 抓紧了他攻势已尽的短暂空隙 六臂挥洒 漆黑的刀锋 已经入暴雨一样劈下 封锁了怀尸每一寸躲避的空间 火花蹦射 钢铁碰撞的声音 不绝于耳 诚然 以诱饵欺骗怀尸进攻 抓住他的空隙失形突袭 是绝妙的猎杀计划 只可惜 此刻的怀尸 并没有空隙这种东西 就好像后脑勺上长了眼睛 活血涌动 恨水到池 竟然自这肩不容发的瞬间 奋出了六重节拍 将六柄阴毒的刀锋 一一偏转阁挡 这正势力的流转 只要在射击的领域之内 极异这种东西 就是不讲道理的 在统合了激励 脉搏 心跳一切明动之后 怀尸的身体 已经变成了完美的斗争工具 可以随意地引导和改换出力的方向 不存在无从发力的死角 更不存在力量撤回的空隙和损耗 只要在节拍频率的极限之内 便可以从容变化 况且 对方的招数 也并非无计可循 上座部密宗的刀数 这怀尸可太熟了 似是未曾预料到这样的场景 舞动的阴影 几乎僵硬了一瞬 可在远处 却有一双骨白色的脚印浮现 暗淡的轮廓稍纵即逝 抬手 以袭击的傀儡为格挡 对准怀尸扣动了扳机 在他的手中 酷似玩具手枪一样的塑料武器 发出清脆的声音 BANG 一缕青烟从塑料枪口中升起的同时 一个漫画里的文字矿 就浮现在空气中 其中的字体夸张 还带着三个感叹号 那家傀儡的胸前 莫名地出现了一个大洞 被无形的力量所撕裂 枪口所指的一切物品 在瞬间出现了一个贯穿的空洞 绵延数公里 只是 怀尸并不包括在其中 在扣动扳机之前的瞬间 他巧合一样地歪了一下头 躲过了这必杀的一击 关带者愕然一瞬 打歪了 瞬间 他的身影消散 阴影中再度有两个畸形的身影升起 连同大家一同纠缠着怀尸 发动猛攻 而关带者再度抬手 扣动扳机 BANG 然后 又歪了 就像是杂技一样 怀尸的身体 奇异地扭成了一个S形 在围攻之中 以一柄恨水 轻松血液地格挡着狂风暴雨 甚至还发起了反攻 自围攻里 回头 向着枪声来处 露出嘲弄的笑容 就这 你行不行啊 极异 交响所带来的共鸣 相当于一个常驻型的感知BUFF 如同蝙蝠一样 无时不刻地 侦测着周围的任何名动 一切物质的变化 都逃不过他的倾听 配合上死亡预感 就足以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 分辨出致命攻击的来处 予以躲避 关带者再次消失在黑暗中 感觉到一阵荒谬 这是大司命 这他骂的 分明是个相军 根本不是差了一阶的问题 而是自己所知的情报和现实 根本就对不上好 贺迪所说的 各种变化纷繁的灵魂武器 一个都没有看到 光是一根铁棍 就已经厉害得吓人 而且还有这一手 能把尖陀罗 甩出七八条街的音报 哪怕是灾厄乐师 也他骂的离谱过头了吧 关带者脑中 所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 贺迪那个混账东西 要卖我 而第二个念头 是糟了 因为在舞动的阴影之中 隐匿的关带者身后 已经悄然出现了一个 诡异的轮廓 狗 他来了 他迈着小碎步走来了 甩着舌头 滴着口水 晃着尾巴 灯泡一样大小的 冰蓝眼瞳中 满怀着永恒的好奇 早已经垂涎欲滴 能吃吗 好吃吗 怎么吃 不管怎么样 先啃一口试试吧 在这样的念头浮现之前 屈体已经忠实地执行了 来自本能的冲动和想法 猎犬骤然膨胀了数十倍 展露出贝西摩斯右体的猙獰模样 张口 带着硫磺气息的大嘴 猛然合拢 将阴影撕碎 旋即像是啃到铁板了一样 牙缝里崩出了一缕火花 紧接着 被凭空迸发的力量掀翻 阴影沸腾巨震 有庞然大物的轮廓 自深邃的黑暗中迅速升起 巨蛇的鳞片 焕发出黑紫色的光芒 千百只猙獰的头颅 从阴影中浮现 拱卫着那个 半生化为长蛇的阴冷身影 那是于地狱中凝固的奇迹 具现为实体的灾厄 堕落的上座部 僧人们崇拜的对象之一 大蛇 毒龙 士生之魔 关带者 魔狐罗家 在浮现的那一瞬间 失去了耐性的关带者 便选择了全力以赴 无数的邪眼中迸射寒光 舌口开河 嗓音间隙的高亢斯明 呼唤猎物的名字 怀尸 无需回应 只要有所异动 灵魂便会落入陷阱 瞬息间 怀尸的灵魂 就对他完全地敞开了 任由童话制度的侵蚀 魔狐罗家大笑 紧接着 他便看到了 一片堪比混沌的无序 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混乱思绪 无数风牛马不相及的念头 以及 饥饿饥饿饥饿饿饿饿饿饿饿 无穷尽的饥饿 从魔狐罗家的感应之中浮现 还有毫无怜悯的吞噬欲望 有生以来 从未曾断绝和满足过的饥渴 乃至于 那种仿佛屹立于食物链的顶端 令他都为之惊悚的烈食欲望 到最后 那一片永恒食欲的尽头 所展露出的庄严身影 宛如要吞进地狱一般的恐怖姿态 究竟谁才是关带者 魔狐罗家几乎怀疑 和自己对决的 是个牧场主的神选 惊骇之中 他依旧存有理智 只是在瞬间就反映了过来 不对 这明显是对方的误导 这只是个伪装 因为 还有另一个渺小的回应 存在于这一回应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切断了这错误的连接 然后将彼此的衔接 导向了真正的对象 可这一次 却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 不等魔狐罗家那 足以令神性都污染了的原质之毒蔓延 在灵魂衔接的另一头 便有黑暗的 血腥的 恶毒的 猙獰的 狂暴的 诡异的 绝望的 癫狂的 歇斯底里的 痛恨的 怨憎的 愤怒的 苦痛的 悲悯的 用尽他一切形容 都无法描绘其真髓的毒液席卷而来 道观 无数大蛇之手 在瞬间击变 腐烂 痛苦思明 魔狐罗家震怒咆哮 脸上不断浮现出 一个又一个的浓泡 血肉融化 苍白的骨骼中 却源源不断地长出一层丛艳里的鲜花 此刻 在无数傀儡的围攻里 就连怀尸都惊了 这是哪里来的绝世带善人 竟然主动连接自己的灵魂 要同自己分担神性之中遭受的污染 和永生之兽的精神侵蚀 难道这一波是自己误会了 对方是什么地狱慈善协会 上门来做好事的 还是说 赫利俄斯不知道多少周年 自己是第一万名幸运乘客 享受到了感恩回馈 真好啊 真好啊 地狱里大家各个是人才 说话好听 办事牢靠 他都快要喜欢上这里了 如果对方能够就地暴毙的话 那么他就更快乐了 只可惜 对方察觉到不对之后 竟然忍痛舍弃了诸多巨蛇的舌头 身体崩解 再度从阴影中重组 只是牺牲了一部分原质和灵魂 然后 忍痛拔枪 对怀尸连连扣动扳机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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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不清的文字框 如同刷屏一般的浮现 令怀尸疲于奔命的躲闪 而无数邪眼的凝视里 实话诅咒终于奏效 怀尸的动作停顿了一瞬 紧接着便被沸腾的阴影中 骤然延伸出的触手纠缠住 难以动弹 危机已然迫在眉睫 而正在此刻 怀尸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幻听 则 十足的不满 好像看不下去 后辈的狼狈姿态了一样 紧接着 雷鸣凭空迸发 恨水咆哮 宛如宿命仇敌从眼前出现那样 沉寂而桀骜的恨水中 竟然涌现出磅礴的原质波动 令怀尸的活血慢卷 化为数不清的利刃横扫 紧接着 自行抽取着怀尸的原质 相军的圣痕运转 将那融入血水之中的原质激化 赋予全新的质变 阴 阳 毫无保留地展示出了 怀尸根本没有摸索出来的顶尖技巧 看好了 相军的力量 是这么用的 恰如此的两极那样 当所有被赋予对立原质属性的血水合拢的瞬间 便有炽热的电光从其中迸发 雷鸣迸发 电光昭荡 足以靠着裂光烧烂肉眼的雷柱 拔地而起 向着四周暴虐的横扫 弹指间 便将无处不在的阴影击溃 恐怖的能量转化 为了纯粹光和热 毫无保留地 洒向四面八方 将模糊罗家原质化的阴影状态照破 一具半人半舌的畸形身躯 从阴影中被探出 暴露在电光之下 模糊罗家尖叫 感受到往西云中军所残存的恐怖杀意 可充满了憎恨和力气的激烈电光 却已经无以为继 只是瞬间的运转 就耗光了长久以来的积累 被打回了原形 强弩之末 模糊罗家的四臂还挡在面前 但预想的毁灭却没有到来 他愣了半天 时隔多少年之后 感受到了从死亡擦肩而过的惊讽和庆幸 忍不住大笑出声 然后 他便看到了十不之外的怀尸 正在看着他自己 手握着沉寂的恨水 满怀不解与迷惑 搞不明白 这傻逼在笑啥 模糊罗家的眼神再度阴沉 阴影从他的脚下再度扩张 重新化为了无穷镜的阴暗 紧接着一句句争鸣的那家 从其中浮现 向着槐尸发起猛攻 可他的身体 却骤然开始崩解 迅速地沉入阴影之中 他要走了 一时的试探遭受挫折 令他明白了 这个猎物 没有预想得那么简单 哪怕原本就已经对目标的棘手程度有所认知 但依旧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哪怕没有了那一道令人恐惧的雷光之后 这个狂妄的家伙 但天性中无比敏锐的直觉 已经令他开始有些不安 确实 自己还有众多手段未曾使用 但槐尸身上的诡异之处 让他决定暂时退避 再度进行观察 就像是蟒蛇一点点勒死猎物那样 这只是个开场而已 他不急于一时 反而具备充足的耐心 等待对手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中 一步步深陷泥沼 最终绝望地窒息而死 只可惜 已经晚了 当他时不之内的瞬间 结局就已经注定 然后 他就听见了不远处的声音 差点忘了 那个年轻人在恍然地感叹 这里不是陷进来着 傀儡围攻之中 他不紧不慢地抬起手 对准模糊罗家 打了个响指 微笑 BANG 他的口中吐出了一个清脆的拟声词 可并没有任何音报和巨像迸发 只有一个像是智能手表一样的手环 从怀石的手腕上 无声脱落 那一瞬间 存续院的限制 解封 黑暗里 大肆命抬起冷裤的双眸 松开手中的枷锁 于是 龟虚明洞 来自毁灭要素的余毒 喷涌而出 第858章 副本 随着响指的清脆声音 不薄撕裂的声音扩散 在怀石右手之上 宇航服的袖子 被猛然撑破了 半血肉化的金属右臂上 无数细小的结构和枢纽运转 撑开了自身繁复的结构 铸造熔炉 圈镜之手 开启了通往庐心归虚的大门 紧接着 便有海啸的声音 从其中涌现 酷似大地震战 和万丈狂潮席卷的低沉声响 随着飓风一同扩散 再然后 无穷尽的血水 从机械右手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紧喷而出 一开始像是洞裂的水管 紧接着变成泄漏的消防栓 再然后就足以比你高压水炮 最终 形成了凌驾于其数百倍之上的恐怖洪流 瀑布一般的冲天而起 无差别地向着四面八方扩散 阴影 傀儡 怪物 乃至错愕的模糊罗家 没有任何躲闪的空间和余地 弹指间 便已经被镜树覆盖在其中 那些蠕动的星红里 迅速浮现出血肉的质感 无数细长的神经和血管 像是海草一样 在其中摇曳 附着筋膜 紧接着便有扭曲的肢体迅速生长 恰似千万只粘稠的手掌一样 抓狂地向着一切触手可及的地方摸索 抽搐 冰死的禁鸾 所过之处 岩石和大地也生长出宛如静脉一般的纹理 迅速活化 那是生命 失控的生命 在瞬间失控的繁衍 漫卷的阴影之中 那些早已经被制作成傀儡的凝固者们 僵硬在原地 被血水和蠕动的肉须所触碰 紧接着死灰色的皮肤 竟然浮现出一丝 丝生者一般的粉嫩与白皙 沉寂多年的心脏再次波动 可肢体却开始迅速地畸变和溶解 液化 仅存的枯骨拥抱着那生命的洪流 投身其中 明明是空洞的躯窍 早已经失去了灵魂 可残存在肉身之中的本能 却令那一张张扭曲的面孔上 浮现狂喜的笑容 生命 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加的可贵 可现在 魔护罗家却从这无比宝贵的存在之中 感受到了难以言喻的恐怖 这是一个陷阱 毁灭要素的陷阱 贺迪那个家伙 果然已经背弃了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和主宰者 反叛吹敌人 主动投向了天文会的阵营 他想要先害死自己 如今惊悚的体会 从脊梁之上窜入后脑 令他惊恐地尖叫 因为隔着涌动的血海 怀尸的手臂已经向着他抬起 那些涌动的血肉 像是凝结的蜡油一样 迅速地生长 旋即便化为了成百上千的戏场诡异触手 向着他拉扯而来 永生之兽的血肉 在本能地追逐着 此处生命力最为强大的存在 追寻着深渊沉淀 和灾厄最为丰厚的地方 追寻着关带者的位置 那些彼此交织的诡异触手之上 无数神经和筋膜 组成了诡异的纹路 仿佛蕴藏着无穷尽的奥秘 只是看一眼 就足以摄取一切灵魂 令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 这一片生命的感悟之中 模糊罗家怒吼 阴影迅速分散 像是忽然散开的鼠群 跑向四面八方 但涌动的血海 已经将阴影吞没 撕裂 生命力灌注 令无数傀儡的枯骨再度生长 变成了一座座庄严的海骨之柱 血海之上 已经隐隐浮现出 一座肃木教堂的轮廓 恰如牢笼 它已经无处可逃 利用原质之变 迅速逃窜 和重组恢复的能力 根本无法越过 涌动的血海和古灵 和湿海之山 无穷尽的引力 从其中扩散 拉扯着它 早已经凝固的灵魂 而触手已经死死地 纠缠在了它的躯窍之上 不论它如何奋力抵抗 瞬间的贴合 就令灵片融化 彼此衔接为一体 然后开始了不容抗拒的转化 不论它如何尖叫和挣扎 原质在迅速地融入 这一份畸形的生命力之中 令它迅速膨胀 反过来加速了侵蚀 迎来致变 在它身上 那些蠕动的血肉展开双翼 像是神圣的阴损 可是却不飞翔 骨骼迅速地重组 化为了猙獰的牛颅 但没有血肉 旺盛的毛发汇聚 化为了狮子一般的轮廓 纵生丝鸣 但没有生意 最终 无数血肉和神经 汇聚成了人面的形状 可是却没有眼睛 四具猙獰的活物 根植于魔护罗家的圣痕之中 汲取它的力量 在迅速地生长 大口吞吃着它的存在 不 不要 只是瞬间 魔护罗家就已经彻底溶解 只有一具惨烈的枯骨 依旧在艰难地爬行 不断地哭号 不断地祈祷 不顾一切地拖曳着半溶解的肉体 它已经爬到了血海的边缘 只差一点 自由再望 下一瞬 无尽的血海之中 雷光再度迸发 清净槐尸所有的原汁之后 恨水之上 再次亮起了一缕缕炽热的艳光 暴虐涌动 紧接着 奋尽全力 伴随着槐尸的咆哮 破空而出 猎光一闪而逝 贯穿了血海和尸山 撕裂古灵 穿过了四个活物之间的间隙 紧接着 击溃了它的形骸 定在大地之上 最终 随着槐尸迅捷的动作 古怪的智能手环 重新在槐尸的手腕上合拢 咔哒一声脆响 瞬间 血海倒卷 四具活物抽出了一下 痛苦地抽出起来 飞快地石化 裂解 它们并没有活过 只是毁灭要素所衍生出的虚假存在而已 此刻一旦生命力断绝 便只能如同斩断根筋的植物一般 迅速枯萎消散 槐尸的脸色惨白 大四命的神性 奋力拉扯着枷锁 龟虚的引力再度攀升 将永生之兽所衍生出的血肉 重新收入了铸造熔炉中去 最终 钢铁合拢 大门再度紧闭 古灵坍塌成粉 血海征腾无踪 尸山化为了灰烬 只有一股恶臭 在空气中存留 那是腐烂的气息 槐尸顾不上丙息 杰力的喘息 早已经汗流加倍 如果不是没有选择的话 他根本不会选择这种自暴的技能 他的侵蚀性 实在太过恐怖 尤其是抽取了魔护罗家的 绝大多数生命力之后 倘若不是前几个月 又从单波内圈 收获了一大剥修正直 令神性有所增益 槐尸就要关不住他了 真让他把魔护罗家 彻底吞了的话 恐怕连自己到时候都要遭殃 完全得益于规需的封闭性 让他不至于玩火自焚 但他吞了这么一大波的原汁之后 槐尸手腕上的倒计时 再度增加了五个月的时间 而钢铁化的右臂之上 已经多出了几分肌肤的质感和柔软 活化程度提高了 为了搞定这破玩意儿 又要自己多熬小半年的时间 亏本亏大了 想到这一茬 槐尸就一阵狂怒 顾不上喘气 撑起身体 大步地走向地上 还在挣扎的那一具枯骨 魔护罗家还在挣扎 苟延残喘 不断地伸手 试图拔出胸口上 盯着自己的恨水 一次次被炽热的雷光烧焦 眼看到槐尸一步步走来 越发的惊慌 胡乱地呼喊着什么 但破碎的声带 却无法清晰地表述 不论是祈祷 怒斥 亦或者是哀求 到最后 绝望里 那一张残缺的面孔 艰难地抽搐着 挤出一个卑微的笑容 艰难地如动嘴唇 想要说话 等 一下 然后砰的一声 整个脑袋被一拳锤进了地板下面 雷霆招荡的巨响迸发 三重鼓手 霹雳 你笑你马呢 怀尸怒斥 再度抬起拳头 奋力一拳 愈合的烂脸 彻底打碎 模糊罗家忍痛 努力地睁开眼睛 想要说什么 可回答他的 还是残忍的一拳 你还笑 毫无任何的同情和怜悯 欺负小朋友 殴打老年人 怀尸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尤其是这种鬼东西 打死了 都是做好人好事 怎么可能看他可怜 就饶他一面 做梦 眼看着脱离了险境之后 他竟然在恨水的贯穿之下 还能迅速重生和愈合 怀尸就不会给他任何 拖延时间的机会 趁他病 要他命 给也死 不光是拳打脚踢 他还拿起身边 一切能够用来当武器的东西 什么挂在宇航服外面的锤头铁锹 什么锅碗瓢盆 越打他就越气 这要不是自己大私命的后背风 这玩意儿早就死了 哪里还用得着刮痧 气急之下 他做得越来越狠 拳头硬了 但是却没有卵用 不论怀尸怎么去往死里打 关带者的生命力 依旧顽强强的吓人 竟然还在迅速地恢复 而眼看怀尸奈何不了自己 魔护罗家的心中越发惊喜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嘲弄 你就这 话音未落 一声惨叫忽然迸发 因为他刚刚愈合的手臂 竟然被怀尸的武器一击撕裂了 溃散成泥 竟然无法恢复 他的笑容凝固了 不可思议地看向怀尸的手中 那一柄激怒之下拔出的武器 就在那一根奇形的棍状物之上 浑身上下铭刻着数十个北欧炼金符文 焕发出不可思议的光芒 七彩变幻 而且还在震动 粉红色的棍身上抖出了一道道残影 令人无法窥见他真正的轮廓 就在他的打击和贯穿之下 关带者引以为傲的再生能力 竟然如沙土一般被击溃 被寸寸抹杀 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惊慌 从魔护罗家的心中生起 恐惧尖叫 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怀尸愣了一下 旋即震声回答 高周波动力切割剑 没见过吧 高周波什么玩意儿 魔护罗家悲愤的呕血 你胡弄鬼呢 这分明是 没见过就对了 怀尸铿锵枪有力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思绪 更大眼睛说道 这可是通过振动剑身 从粒子和分子层面 瓦解对手的高科技 嘴里说着 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鬼话 怀尸握紧握柄 奋力皮下 能死在本座这一把圣剑之下 倒也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瞬间 高周波动力切割剑 发出高亢的风鸣 势如破拙 催枯拉朽 将魔护罗家四分五裂 寸寸崩溃 到最后 彻底击溃了那一具僵硬的颅骨 还那一张难以置信的扭曲神情 彻底溃灭 死无全是 至死 都无法接受 自己死在高周波动力剑之下的屈辱 伴随着最后一缕原汁的消散 魔护罗家迎来彻底灭亡 紧接着 他的影子便无声爆裂 海量的武器 毒药和边境遗物 乃至物资从其中喷出 金光灿灿洒了一地 看得怀石都傻了 这游戏暴率这么高吗 难道是传说中的真传奇 无人回应 死记里 他愣在原地 低头看了看脚下 魔护罗家的灰烬 又看了看手中的高周波动力切割剑 倒吸了一口冷气 恐怖如斯 自己错怪了骷髅 这竟然真的是一件能够防身的神器 但不等怀石道歉和加倍爱惜 铲除大敌之后 动力剑上的光芒就迅速消散了 然后震动也开始断断续续 就在怀石恶然而赞叹的注视中 剑身浮现出了一道裂系 断了 断了 竟然断了 怎么这神器 还是一次性的 毕竟这玩意儿是塑料的 质量不好 怀石拿在手里又是抡 又是杂 哪里经得住这么糟蹋 他瞪大眼睛 看着手里半截握柄 还有裂口里面那两截四号电池 顿时感受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心痛 几乎落下眼泪来 一时间 竟然没顾上旁边大口偷吃的破狗 短短几秒钟没注意 这破玩意儿 都快要把模糊罗家暴的装备 全都吃完了 而且还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唇 看向怀石的右手 垂涎欲滴 还想恰 等反应过来之后 怀石已经要气死了 这狗是真的狗 打怪的时候疯狂划水 怪打完了之后 还把装备都毛光了 就真的一点东西都没留下 直到现在 咕噜咕噜的板车声 才从远方传来 是骷髅 姗姗来迟 阿狗不要怕 坐在自己的板车上 他挥舞着手里的平底锅 慷慨激昂地呐喊 我来帮你拉拉拉拉拉拉拉 明明是个骷髅 还只剩下半截 可是却涌得不行 还胡乱地呐喊着 什么力量与荣耀 战斗至死 之类的口号 这是哪来的勇士之魂吗 遗憾的是 等他赶到的时候 什么都结束了 这倒也不怪他划水 毕竟他没有腿 等他从炉心里爬出来 骑上自己的心爱的小板车 终于冲上战场的时候 战斗早已经结束了 前后不到两分钟 大哥你别这么勇好吗 这万一模糊罗家还没死 你这么着急 冲上来是送菜的吗 怀师无脸叹息 他低头时 看到了手里半截神气的残骸 望向骷髅的眼神 就分外期待 这种好东西 还有吗 他抬头 正准备说话 动作忽然停顿 面色骤变 在远方 墓地的尽头 黑暗中 有不佳掩饰的杀翼浮现 就好像刻意留给怀师充足的时间 做出反应 来者慢条斯理地 从后背上摘下了长弓 拉动弓弦 紧接着 撒手 破空的七笑动发 怀师只来得及看到一缕 酷似流星的灰光 一闪而逝 紧接着 才察觉到 耳边迸发的轰鸣 一道箭矢 已经破空而去 跨越了漫长的距离 视如破竹地 贯穿了骷髅手中挥舞的平底锅 然后擦着怀师的耳边 飞向了他身后的黑暗里 贯穿了好几层苍板之后 数千米距离之后 定在了一只降弹之灵曲桥之上 嗡嗡作响 受歪了 不对 是不屑于偷袭 正大光明的 予以提醒 真是一场不错的战斗 令人热血沸腾 黑暗中 足足有三米余高的魁梧身影 向前迈步 脚步声低沉 扬声向怀师说道 真遗憾 要趁人之危 夺走如此勇士的生命 不知何处来的光 照亮了他的身影 怀师 僵硬在了原地 三分钟前 赫里俄四的核心 大门轰然动开 模糊罗家那个废物 还是轻敌了 赫敌的脸色阴沉 向着灰光之中 神明的轮廓通报 你需要早做防备 他的威胁性 不下于加兰德那个家伙 我知道 曾经名为 普布留斯的人回答 我已经看到 而且 他平静地说 我已经派出了 最杰出的副本 不会有任何的插持 赫敌愣了一下 难以置信 你什么时候完成的 就在刚才 光芒之中的轮廓垂谋 这就是命运 这便是 命运的一环 此刻 相隔三公里 黑暗的目的之中 怀师终于看清了 来者的模样 身高三米有余 肤色古铜 面目威严 宛如传说中的巨人一般 在那一身堪称 艺术品的饱满肌肉之上 笼罩着一件 璀璨的黄金胸甲 在他肩头 披着狮子皮 所制成的披风 后背之上 除了剑袋之外 还背着一扇 青铜色的盾牌 而腰间插着一柄短剑 手握长弓 威风凛凛 就像是半神的勇者 从传说中走出 踏入现实 就站在怀师的面前 成为了他的敌人 那是漫长时光之间的勇士 奠定了不是工业 与威名的阴姐 除了他之外 还有谁能具备 如此的姿态呢 寂静之中 怀师恍然地低于 海格利斯第859章 同机的游戏 海格利斯 希腊传奇 大神宙斯之子 十二项不是工业的奠定者 英雄 流淌着神血的半神 乃至 大力神 当光芒涌现的瞬间 怀师已经傻了 脑中浮现出无数称谓 忍不住 发抖 不是所谓的兴奋 而是恐惧 敬畏 因为难以企及的高峰 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向自己发出挑战 想要将自己杀死在这里 意志如此坚决 不容动摇 以至于相隔遥远的距离 他依旧能够感受到 那凛然的战役 高昂的斗志 绝不退却和怜悯的钢铁意志 为什么 这样的念头 在浮现的瞬间 就迎来了解答 因为自己是 浮不留思的敌人 而对方领受命令 前来杀死自己 关带者不过是 无足轻重的开胃小菜 甚至不如刚刚那一件的作用 只是予以警醒 恰如开场时 吹响的号角一样 那么 他究竟是谁 并不是对海格利斯的身份 有所怀疑 而是绝不相信 传说中的大力神会 来到自己面前 神明已死 包括海格利斯本身也一样 那么自己面前的 便一定是浮不留思 用某种技术所缔造的成果 称之为活的事项记录也罢 具备理智的神迹刻印也罢 或许两者兼有 对方如今的本质 就是这样的存在 应该没错了 通过神性的萃取 完成了昔日传奇英雄的复刻 仅凭这一份 对神性和原智的恋程与应用 浦布留思 就不愧是享誉全境的 原智学大宗师 在得知对方 并不是海格利斯本身的同时 怀施忍不住松了口气 但这充其量 是从必死无疑的程度 变成死死无生而已 一个筋疲力尽的自己 和一个状态完好的海格利斯 怀施用脚趾头 都不敢想自己能赢 那么 用语言去动摇对方 拖延时间 呼喊同机救命 恐怕都没有什么可能性 语言和交涉 没有发挥的余地 浦布留思绝对 不会留下这种破绽 甚至 恐怕海格利斯都知道 自己是重新创造的记录 也不一定 拖延时间更不可能 对方根本不会给自己机会 而同机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恐怕根本无法抽身 也就是说 现在面对海格利斯的 只有自己 外加一条狗 和半个骷髅 这么一想 怀施就越发地绝望 那么 唯一的圣机 恐怕就只能是自己 归须之中 永生之寿的血肉了 怀施下意识地握紧右手 寻找着靠近的机会 张口 想要说话 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创造时机 可当怀施迈步的瞬间 海格利斯丰瑞视线 就落在了他的右手之上 无比警惕 抱歉 战士啊 他微微拉动弓弦 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的话 还请站在原地 如是 轻而易举地 洞彻了怀施的念头 海格利斯说 你手中的提风之血 过于危险了 怀施满不在乎的一笑 可是却并没有在靠前 只是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堂堂大力神 难道会害怕这种东西 万魔之祖的血肉 可不是我这样的四代 能够沾染的东西 海格利斯淡定地回答 整个奥林匹斯之上 恐怕只有迪额尼索斯会 疯狂到去接触 那种东西吧 更何况 我身并不完备 依旧留有缺陷 如此 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自己并不是 全盛时期的状态 和怀施的猜测相符 此刻怀施面前的 海格利斯 最极限的可能 也是刚刚完成了 十二项 不适工业的后期 未曾升华神性 成为大力神 否则的话 倘若浦布流斯 干脆捏个大力神就好了 干嘛还缩在 核心里不动呢 通过此刻怀施面前的 希腊神性 所造就的恐怖敌人 外加赫利俄斯 本身的加持 怀施心头忽然移动 练金术的准则 有的必有舍 为了创造出真正的神明 因此而创造出了 赫利俄斯上 这一片地狱 而为了创造出 海格利斯 又要创造出什么 不 普布流斯 为了创造出什么 才创造出了 海格利斯 阿波罗 怀施恍然 普布流斯 已经快要完成 阿波罗了吗 赫利俄斯是太阳战车 保存着希腊神系的 奥秘和底蕴 内部天然具备着 奥林匹斯的像性 重新创造出 那位和赫利俄斯 有莫大关系的 光明神阿波罗 则肯定是最优的选择 海格利斯的源头 恐怕正是源自于此 他是从阿波罗的 至纯神性之中 所萃取和剥离出的残片 海格利斯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可敬的战士啊 无奈天神宙斯之子 奥林匹斯之血的传承者 赫拉寄予光荣的人 半神的英雄拉开了弓弦 对准眼前的敌人 肃然发问 告诉我 你的名字 怀师叹息 握紧了手中的恨水 不打算回答 那一瞬 雷光蹦射 残存的源质 在恨水的转化之下 再度阴阳两分 紧接着 伴随着涌动活血的河龙 阴阳相继 烈光浮现 暴虐的雷霆 便从手中蹦射而出 而在那更早之前 海格利斯已然开弓致满 速声宣告 赞颂伟大的神圣之光 日言汇聚如见 破空而出 相隔遥远的距离 便带来了如芒在背的死亡预感 那恐怖的威严 将怀师震慑在原地 难以躲避 只能愕然地 看着狂热的烈光 一寸寸地逼近 然后 照亮了 拦在中间的那个骷髅剪影 那个憨批 竟然已经冲上去了 没有脑子吗 不对 那个家伙本来就没有脑子 怀师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伸手 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杀呀 挥舞着手中破碎的平底锅 骷髅口中发出一阵尖锐的怪叫 竟然坐着自己的小板车 向着远方的半神发起冲锋 轰 一声巨响 爆发的日炎之光 刺痛了怀师的眼眸 板车的碎片被点燃了 瞬间融化成焦烂的塑料 只有几个破碎的轮子 从落地的火焰中滚出 落在了怀师的脚下 死寂里 怀师呆滞地看着身边焦黑的轮子 抬起眼看向了海格丽丝 眼睛 渐渐地红了 你 然后 他听见啪的一声 还有IUA的惨叫 半截骷髅从空中落下来 还抓着已经烧红了的平底锅 半身焦黑 狼狈地在地上翻滚 随着河地板的刮擦 骷髅身上的焦黑被刮去 便露出了下面银白如玉的骨骼 正面硬撤半神的一箭 连大转子都没掉 根本 分毫无损 我怎么飞起来了 骷髅茫然地抬头 环顾四周 满怀不减 我车呢 我车呢 这就是搞笑戏的可怕实力吗 寂静里 怀尸倒吸了一口冷气 愣在原地 海格丽丝也愣在原地 眼看两人愣了 骷髅也愣了 三人互相看来看去 然后怀尸看了看完好无损的骷髅 忽然 冲着海格丽丝笑了起来 他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海格丽丝面色骤变 穷炉翻转 恰如天地震动 此时此刻 赫利俄斯之上再度迸发出了 堪比创世和蔑世重叠的恐怖灾难 盖亚之中 早已经通过汲取利维坦之子的血水 完成了第一步的萌芽 他所演化出的生态圈 汇聚成环 伴随着这一份神髓的变化流转 悄然笼罩了整个赫利俄斯 向内寸寸收缩 虚无的海洋和盖亚之云中 传来浩荡的金歌 而在赫利俄斯的核心中 辉煌之光里 浦布流丝的轮廓垂 像是微微抬起一根手指 令虚无的日与月 环绕着赫利俄斯运行 彼此的位置猛然掉转 于是大地震动 烈日化为漆黑 宛如毛毡 而明月之中 滴落鲜血 虚无的星辰 幻光向内坠落 恰似无花果树 被大风所动摇 落下了未成熟的果子 令盖亚之环的天穷挪移 如书卷翻转 海洋卷动 失去本位 有冰雹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 将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燃烧的大星 从虚空中浮现 向着盖亚之环中 化作血色的海洋坠落 引发了灾厄的庞大冲击和污染 此刻 赫利俄斯上每一寸地方 好像都变成了双方争斗的工具 每一颗螺丝 和每一块苍板 都具备了自己的意志 毫不留情地彼此功法 原来如此吗 空旷的卢星之中 同机依靠在赫利俄斯的心事内 低头端向着自己家傻仔 和半神英雄之间的战斗 磕着瓜子 漫不经心地点头 那你可真不容易啊 在旁边 小白鼠挥舞着两条前爪 正向着同机叽叽喳喳 时而比划出凶神恶煞的样子 时而又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好像在分别扮演着几个角色 述说自己的悲惨遭遇 对同机倾诉心中的怨念 纯路人 有一说一 怎么想都是你活该好吧 同机毫无怜悯的耸奸 毁灭要素的犯 你都敢蹭 哪怕再没脑子 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 放任吹敌人的感染和扩散 最后必然会导致 集体性的癫狂和自灭 就算是你再看不惯 那群垄断了赫里俄斯之后 当作奇获可居的寄生虫 也没必要和它们一换一把 小白鼠阴阴了两声 缩起来 一副孤单的样子 泪光盈盈 十足可怜 同机笑盈盈地看过来 端向着它的样子 这么可怜 打一拳 一定可以哭很久吧 小白鼠哆嗦了一下 缩成了团 从堂堂太阳战车的神迹刻印 变成一只小白鼠 还要靠着仇人的脑窟窿 藏身狗命 你可真有想法 同机吐掉了两片瓜子皮 将刻好的瓜子人递过去 要吃吗 小白鼠愣了一下 试探性地向前凑了一下 然后瓜子人就刷一下收了回去 同机嘲笑 不给 就在小白鼠悲愤的眼神中 他张口 将瓜子人丢进了嘴里 品味着羡慕和恐惧 眯起眼睛 十足愉快 好好干活 他忽然说 这件事完成了之后 我给你自由之身 我的承诺和奥林匹斯 那帮发誓跟喝水一样的家伙不一样 你应该明白他的分量 小白鼠愣了一下 难以置信 似是狂喜 然后 就听见了同机下半句话 如果这件事没成 我杀你全家 那个起立而端庄的身影回眸 似是微笑 别担心 没有全家的话 我带你去小白鼠养殖中心 帮你凑够全家在一起杀 寂静里 小白鼠音音叫了一声 埋头缩起来 瑟瑟发抖 而同机像是毫不在意一样 收回眼神 继续观赏起 下面自己家契约者 和半神之间的战斗 满怀着愉快 而在他身后上 那一本悬浮在半空中的钢铁之书 还在悄悄地哆嗦着 书页之间 无数线缆延伸而出 没入了赫里俄斯的接口 无数字符从封面上流窜 速度快了一倍 有一滴机油 像是冷汗那样 从飞夜上滑下 没有滴落 就又被惊恐地吸回去了 速度再度加快 再快 更快 快到别熙捕不敢想象的程度 并没有过多久 钢铁之书就再度震动了一下 一个结结巴巴的阐媚声音响起 陛下 赫里俄斯所有的矩阵和现代设备 都已经全部接通了 四层密移隐蔽干涉完成 所有接口全部开放 哦 干得不错吗 同机放下了地道嘴边的薯片 抬起手拍了拍 银王的飞夜 回去让我家契约者 再给你加一千兆的WiFi 奇感奇感 别熙捕安那着惊喜 小心地回应 不用客气 反正网费也是你来交 你回去记得 把电费和水费也交一下 房书赚钱不容易 不要老吃他用它 同机拍着手里成书的事项记录 凑近了 好奇地问道 对了 最近给你操作的那几支里 才激进的年华收益 好像不太行了 小朋友 是不是谈恋爱了呀 姐姐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啊 百分之十六了还不够 你是人吗 别熙捕默默地 将两行既有眼泪吞进腹中 忽然怀念起曾经当路由器时 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 至少不用被当作投资机器 每天操心年化 熬白了多少书页 熬掉了多少现装 每一次午夜梦回 都从扇贝跑路的噩梦中惊醒 抬头看一眼大盘 松了口气 又沉沉睡去 梦见了没有扇贝的美好世界 眼泪就忍不住冲了出来 没有欧顿的孩子 像根草 我怎么这么哭啊 反正赚到的利润 都是给你买机体和装备的 材料的订单我都下好了 同期晃了晃手机屏幕上的列表 无奈感慨道 眼看着你这么不思上镜 我也没办法了 恐怕到时候就付不起尾款了 啥 呆滞 别稀不愣在原地 玄机 喜出望外 仿佛看到逃跑的山贝们回来了 每个都胖了一惊 还生了孩子 而且 一胎还生了俩 而且 那俩也都怀上了 无穷尽的动力 从钢铁之书的记录之中浮现 高昂的斗志 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火焰 照亮了美好的明天 年化三十很轻松 年化五十不是梦 奥西里斯我来了 别稀补瞬间舔狗话 无数马屁叙事待发 可同期看了他一眼之后 他便再不敢说话 那张一直带着浅消的神情 不知何时 已经恢复了平静和素冷 威严又冷漠 像是自上而下俯瞰万物 凝视着既定的命运 一切终将化为尘埃 当他抬起手指 钢铁之书就骤然拓展 迅速膨胀 化为遍布矩阵和回路的庞大立方 不断跳跃电光 这依旧是折叠形态 该因他真正的模样 要远胜如今的庞大 奥西里斯的名符影情 降临于此 当他回眸看向身旁 瑟瑟发抖的小白鼠 就蜷缩着变成一团 滚动 顺着轨迹 落入了名符影情 别西部的凹槽之中 无数线缆衔尖尖来 化为原质 没入了他小小的身体 抽取出其中的伟大灵魂 属于赫利俄斯的意志 与此运转 那一瞬间 第三个不斜的音色 从两位大宗师的斗争之中浮现 此刻 就在名符影情的前方 同机抬手 于是 怀师灵魂之中的命运之书 映照而来 无声翻动 无数书页之间 奇迹的记录流逸而出 照亮了他的眼瞳 还有嘴角若有若无的微笑 让你见识一下吧 怀师 命运之书真正的用法 同机的眼眸垂落 点燃了庞大秘义的灰光 事项修订 开始 第八百六十章 蝶形世界 当光亮起的时候 世界再度陷入黑暗 因为整个目的 再无任何色彩 能同那烈光征灰 光明变照 仰奈神威 伴随着海格利斯的宣告 炽热的流光 自弓弦之上汇聚 向着前方迸射而出 那速度远胜过肉眼的识别 和人的反射 近乎等同于光速 在射出的瞬间 就已经命中了目标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杀呀 骷髅狂热的呼喊 仿佛战魂附体一般 挥舞着手里 已经融化了大半的平底锅 除了颅骨又被烧黑之外 分毫无损 遭遇了那种庞大的冲击之后 竟然连一点脑震荡的症状都没有 大概是根本没有脑子的原因吧 战意昂然 反而是怀尸感觉自己的手要断了 此时此刻 他抓着骷髅的脊柱 宛如提着一面大盾一般 缩在后面 牢牢地护住了周身的要害 死亡预感会在第一瞬间 告诉他 攻击的来处和去向 帮助他抵御日炎见识的必杀攻击 就是热了一点 烫了点 已经把足以正面抵挡 恒星远距离辐射的宇航扶烧焦了 裸露出了钢铁化的右臂 铁壁 也已经浮现出灼红的色彩 换做别人 恐怕早就热血沸腾 可怀尸根本一点都不担心 姑且不提 如今已经成为铸造熔炉的圈径之手 对高温的抗性 光是里面龟虚中的永生之兽的血肉 就根本不需这么点温度 怀尸甚至还期盼着他能够再多来点 帮助自己增强消化功能 短短几分钟时间不到 日炎见识的高温 和气中蕴藏的净化属性 就已经完成了 怀尸需要耗费几个月的工作 帮自己灭杀了一大波 永生之兽衍生组织的活性 好东西啊 真是好东西啊 简直是奥林匹斯大善人 此刻怀尸看向海格丽丝的眼神 已经充满了感激 恨不得替他喊加油 让他多来几发 帮助自己早日把被封的主号解救出来 感谢 感激 感动是一码事 但这不意味着 他不用还手啊 撑过了一波日炎之剑后 怀尸手中的恨水挥舞 无需雷霆泵射 便有源源不断的活血化作血雨 向着海格丽丝铺天盖地地洒过去 没用是没用 但就算造成不了直接杀伤 里面的猛毒也足够他狠狠地喝两壶 海格丽丝的老师喀容还号称不死呢 还不照样被毒药折腾得求死不能 那些舞动的血水 明显给对手增加了不少麻烦 像是凡人的蚊子那样 屈之不绝 杀之不尽 偏偏还容易死灰复燃 所过之处在地上都长出了一道道七彩的君珠痕迹 空气也变得甜腻了起来 令海格丽丝忍不住回忆起海德拉的巢穴 那种随处可见的毒物和窒息感 每到这个时候 他都习惯性地摸向腰间 但却找不到盛放美杜莎之手的铜罐 否则只要举起那一具头颅 一切凡人的对手都会不攻自破 哪怕是大宗师 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面面俱倒 在完成接近全胜状态的海格丽丝之后 已经没有余力再顾及那些神刺的兵装 眼看着怀师反复在边缘试探的样子 还有他手里那个莱利贤门的傻缺骷髅 原本沸腾的战士之血 就忍不住一阵恼怒 浦布刘斯 为什么会留下这么一句不靠谱的分身来 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吗 他怒声质问 羞耻 怎么写 你骂阿尔哥的人叫我吗 怀师失笑 手里举着骷髅更起劲了 震声反驳 况且 这可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互相帮助一下 怎么就是羞耻了 海格丽丝一愣 骷髅也一愣 旋即惊喜起来 脑袋掉转了180度看向怀师 是真的吗 阿狗 难道这就是自己的亲兄弟 怪不得看起来如此亲切眼熟 被那一双充满了喜悦和热情的黑眼眶看着 反而是怀师的表情有点撑不住了 总之干得轻的都无所谓 这可是灵魂的羁绊 羁绊你懂吗 怀师仰手 毫不要脸地说道 我们黄沙二友同进同退 你一个来是两个 你们阿尔哥英雄一起上 我们也是两个 一言即出 作为曾经希腊搞试天团 阿尔哥号上少有的正派成员 海格丽丝顿时无言以对 毕竟以前敢跟他说这些怪话的 基本上都已经被他捶死了 同时 对眼前这位对手不择手段的风格 他竟然也产生了一丝认同和极视感 好像似乎在哪里见到过 不过 所谓的对战 就应该是这样的才对吧 无所谓卑鄙或者光彩 荣耀和胜利 只配强者拥有 而弱者只配享有尘埃和死亡 反而是自己距离于所谓的崇高血统 将往昔最珍贵的体悟和赖以成长的决心 抛在了脑后 得到了惊醒 这可是足以献给阿瑞斯的庄严对决 面对这样的敌人 又怎么可以怯懦不前呢 既然如此的话 在短暂的沉默中 海格丽丝沉吟了片刻 似是下定了决心 吓得怀世在原地一哆嗦 以为他真的要摇人了 生怕海格丽丝吹一声口哨 就有十几个像他这么屌的巨老 从天而降 毕竟阿尔哥号上光是有名有姓的英雄 就有三四十个 这还不算里面同名呢 不过很快 他就看到了 海格丽丝终于收起了长弓 怀世来不及松口气 便看到他摘下了雕刻着怪兽与山海的盾牌 拔出了腰间的短剑 青铜双蛇交缠的握柄之上 蛇某的宝石中亮起了一缕金光 就这样 他举起了盾牌 手握短剑 竟然不顾毁灭要素的威胁 踏前了一步 笔直的 向着怀世走来 那一瞬间 怀世感受到轰鸣迸发之间的鸣动 宛如天穷和大地咆哮 哼 那是来自半神英雄的高亢战后 凌驾于大地的震动和破空巨响之上的宣战步告 怀世下意识地就想要后撤 可紧接着 便看到一个庞大的阴影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三公里的距离竟然弹指而过 庞大的阴影笼罩了怀世的面孔 高举右手 怀世眼瞳瞬间收缩 瞬息间 收射了脉搏 心跳 乃至原质的鸣动 将脚下大地的脉动筒和 与自身短暂的衔接 仿佛化为一体 举起了骷髅 迎向了展露的短剑 急 交响 轰鸣在瞬间迸发 骷髅巨震 恐怖的震荡和席卷的飓风 竟然像是高压水刀一样 将它身上的灼痕和灰烬 尽数挂去了 分毫无损 不愧是大宗师 可怀世的宇航服 却再度一阵 撕裂了好几个大口 半身甚险 被这干脆果断的一击所重创 喘不过气 脑子里嗡嗡作响 原本无数涌动的计划和念头 被这恐怖的一击尽数击碎 只剩下了难以言喻的震撼 唯一的念头不断地回旋 带来难以言喻的惊悚 这就是海格丽丝吗 不 不止 因为 怀世眼前的海格丽丝 再度消失无踪 急易的明动 告诉他 对方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短剑劈下 对准了他的 脖子 断头 不假思索 也顾不上肌里和骨骼之上的暗伤 怀世手中的恨水倒池 卷动活血 雷光泵射 重重活血的护盾 被视如破竹的击碎 紧接着披斩在了恨水之上 将恨水的架势击垮 压着恨水 砸在怀世脖子上 倘若不是恨水的材质足够坚硬的话 恐怕就是一剑断恨水 再斩断怀世的头了 怀世眼前一黑 感觉自己的脖子要断了 紧接着 大地轰鸣 无数裂痕在这一剑之下扩散开来 绵延数百米 而怀世的脚后跟 已经被敲进了地里 像是钉子一样 拔都拔不出来 这是交响的捣裂 将绝大多数力量 通过活血为凭借 宣泄到了脚下的墓地之中 可不等怀世喘口气 身后的海格丽丝 再度消失 出现在怀世毫无防备的 正面 还来 怀世傻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短剑呼啸刺出 宛如水银流淌 自空中留下一道辉煌而耀眼的铁光 笔直向前延伸 关键时刻 巨大的狼犬 从阴暗中浮现 隐藏在黑暗中许久之后 猛然发出攻击 张口 脖子伸长 猛然咬住了海格丽丝的手臂 牙齿和臂甲之间蹦射火花 令力尺之上浮现裂痕 火神所锻造出的盔甲 哪怕没有注入神性 和来自神明的祝福 依旧无比坚硬 但他却没有松口 死死地牵住了海格丽丝的攻击 变化突如其来 可海格丽丝诚意的表情 没有任何变化 短剑被牵住的瞬间 便顺势抬腿 猛然一脚 揣在了怀师的防御之上 凌驾于攻城锤之上的力量 瞬间迸发 将充当盾牌的骷髅和怀师 一起踢得腾空而起 在空中 向后飞出 宛如炮弹 砸穿了一层层的墓碑之后 一路向后 划出了一道惨烈的沟壑之后 砸在了破碎的炉心之上 无数烟雾生腾而起 怀师摊在废墟之上 大口地呕出鲜血 骷髅已经不知道飞去了哪里 而透过渐渐消散的烟尘 能看到一个魁梧的身影 猛然白手 掀翻了纠缠的狼狗之后 向着自己一步步走来 遍体声寒 死亡预感在高亢鸣叫 可在那一瞬间 回忆起海格丽丝 那刚刚毫无任何间隙 和不符合任何常理的剑机 先后从三个角度 连续向敌人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嗯 前进中 海格丽丝似事不解 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短剑 旋即恍然 你是说 刚刚那一击吗 那是老师教我的圣事 看来你也懂得类似的技巧吧 如此粗糙的剑术 让人见效 就好像深感遗憾那样 竟然要令战士倒地而死 实乃不公 因为自己还不是完全状态 这一具身体 还不能发挥出全盛时期的力量 无法重现一瞬间 同时斩断九头蛇 海德拉九个头颅的记忆 怀师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感受到凌驾于刚刚之上的死亡危机 再度爆发 这一次 他除了爬起来之外 再也没有力气防御了 可感受到灵魂之中命运之输的运转 便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内心忽然平静下来 充满了信心 是的 他还有最后一招没有用 足以决定胜负的底牌 那一瞬间 当海格丽丝再度破空而至的瞬间 怀师的心神 却再无任何的恐惧 意识无比专注 宛如流水那样 将一切映照在灵魂之中 甚至闭上了眼睛 微笑着 无惧死亡 只是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 自破空的巨响之中 放声呐喊 铜机救我啊 蹦 钢铁碰撞的声音迸发 那一瞬间 海格丽丝愕然地抬起了眼瞳 碧绿的双眸 被眼前亮起的光芒照亮 难以置信 是怀师的手臂 钢铁之手 就挡在赫尔莫斯 所赐服的短剑前方 无惧来自海格丽丝的冲击和进攻 将其中所蕴藏的力量 尽数吞没 没有在这铁壁 也会被摧垮的力量 之前断裂 更没有被那无匹的锋锐所损伤 有细碎的声音 从其中响起 无数细小的基硕 随着繁复的结构 而一同运转 令沉重的钢铁手臂 迅速地解离 展开 露出其中 蕴藏着无数奥秘的变换结构 这一次 并没有毁灭要素的力量 喷波出 因为有更加强大的力量降临 死死地压制住了 永生之兽的血肉 再度点燃了 龟须之中的火光 铸造熔炉 圈径之手 启动 苍白的炼金之火 在大四命的神性之中 升腾而出 化作了淬炼奇迹的灰光 那是不同于 阿波罗那辉煌奇迹的光芒 却有着普罗米修斯之罪的气息 那是窃取神力 再造人士的野心 此时此刻 当铸造熔炉启动的瞬间 整个目的陷入了轰然巨震 有庞大的力量凭空迸发 如洪流一般从天而降 将一切吞没 紧接着 在炼金之火的照耀之下 无数钢铁迸发出高炕的轰鸣 怀尸的灵魂 在超负荷运转 以它自身从未曾想象过的恐怖效率 和可怕的出力 就仿佛在瞬间 将自身化为了宇宙的核心 万物的源泉 以此操纵世间的万象更迭 革新和窜变的意味 从其中流转 而速冷的意志 已经降临在了每一处地方 令鼎穷在轰鸣中坍塌 无数钢铁如暴雨倾斜而下 形同洪流 大地在颤抖中军裂 数之不尽的物质 从其中涌现而出 恰似火山的爆发 天和地的延伸 在瞬间碰撞在一处 合拢 离此衔接 宛如两只紧握的手掌 形成了不容动摇的威严骨架 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变化 从其中浮现 令一切钢铁溶解 化为流水一般 延伸 再造 最终形成了庄严的实体 那是一座高塔 一座自大地的最深处升起 好像要将赫丽俄斯 整个贯穿的高塔 就在怀尸的身后 在短短的瞬间 拔地而起 从天而降 而在高塔的正中心 炼金之火 散发出冷漠的光芒 在这一瞬间开始 漆黑的天穷之上再无黑暗 可是也没有恢复明亮 过于耀眼的光芒 和过于深邃的黑暗 都被那高塔尽数吞吃了 只有隐隐带着血色的昏暗之光 宛如夕阳 此刻 在夕阳照耀之下 风中有焚烧殆尽的灰烬 无声落下 化作了细碎的血 充满了熟悉的气息 令怀尸忍不住陷入了回忆 这时 海格丽丝的动作停顿了一瞬 可眼前的变化 不足以令他陷入惊骇 在一击不忠的瞬间 他再度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 可动作却莫名其妙地 僵硬在了原地 在庐心废墟的阴影之中 他的身体迅速地 浮现出了灰白的色彩 像被石化了一样 可当他奋力挣扎 冲破了这一片阴影时 肌肤和茂上的发须 便瞬间陷入了高热 宛如被投入了轰炉之内 燃起了火焰 就好像被光和银所诅咒的那样 动乱未曾因此而停止 当高塔奠定的瞬间 便有纷繁的变化 伴随着巨响扩散 好像有数之不尽的庞大的机械 在施工 令铁穹和巨柱拔地而起 形成一片又一片繁复的建筑 构成足以囚禁 米诺陶斯的恐怖迷宫 而就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里 怀尸也愣在了原地 缓缓回头 看向身后那通天的高塔 忍不住捏了捏下巴 笑容越发的愉快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感觉都是好事啊 以及 他回过头 对着不远处的半神英雄弯腰介绍 欢迎来到 黄昏之乡 此时此刻 不 确切地说 是在五秒钟之后 现境的探境 才从最外侧观测到 这一恐怖的变化 就在两位大宗师 全力以赴的交战之中 赫里俄斯之上 所浮现的第三个秘遗 流淌的银色光辉 从赫里俄斯的轴心中 喷波而出 瞬间扩散 就在目星之眼的正上方 迅速地蔓延 所过之处 不论是盖亚之环 还是虚构的天体 都被尽数覆盖 形成了一个囊括了整个赫里俄斯 跨越了上千公里的完美球形 无数光芒的流转中 有精确而繁复的网格 从那正圆之上浮现 从两端的轴心之中为源头 精准地将内部的一切分割 画出了不容跨越的界限和快区 将一切纷争和动乱 尽数压下之后 暴虐地以一己之意 开始了不容违抗的改造 恰似惶惶日轮 运行在自己的轨迹之上 赫里俄斯的神威 终于在这一瞬间涌现 遵从那个意志 彻底地改换了自身的形态 繁复的神性投影 从其中升起 化为了一轮纯粹的日之环 以沐星的核心 与赫里俄斯为一线 自外侧高悬 紧接着 背负世界的巨像投影 从虚空中展露 将沉重的赫里俄斯扛起 依旧无法撑起这繁复的秘遗 于是 在那足以吞没整个陷阱的 沐星之眼中 有巨龟的轮廓隐隐浮现 将那巨像的轮廓撑起 如此 自由地翱翔在风暴之上 纵然只是虚无的投影 依旧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意味 当这决定性的秘遗奠定的瞬间 原本吞没赫里俄斯的银色灰光 便开始寸寸塌陷 向下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到最后所展露出的模样 已经和往日截然不同 宛如回归了众神的纪元 曾经满目创意的太阳战车 已经如莲花般展开 化为了一片毫无遮拦的叠形巨传 一切只在弹指之间 哇 此时此刻 高塔的棱角上 被挂在那里的骷髅仰头 望向了真空中灿烂的群星 就忍不住啪啪啪拍起了小手 忠心感叹 好酷炫